美好的局面 機會不大 第二 就算是也好 其實你都不要如自己說 人家沒事 我也沒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的採訪 又為大家請了經濟報士羅家聰 報士 你好 是的 你好 我們先講講中國的經濟 現在兩會正在中國召開 大家知道李克強總理就會來人的了 他主管經濟 新的經濟班子就有李克強 全民還有賀立峰 有諸賀 不過大家都關注 兩會之後這個經濟團隊 在中國現在的下官的環境之下 有沒有空間 有沒有能力 推出一些抹殺的經濟政策 振興中國的經濟呢? 我想如果你用這些大陸人的思維 其實他們傾向是比較人質色彩 重用人的角度去思考 但是我們的學識或者認識經驗 似乎就不是這樣了 就是有沒有空間去做多少事情 這個都要看客觀的環境怎麼樣 現在的環境其實都可以說很捉殘局 這樣去到這樣的地步 嗯 誰埋位其實做到的事情都不是太多 都可以這麼說選擇不多了 就是你進去一個政府可以怎麼樣呢? 是吧? 銀紙是否印? 大家都知道他敢不敢這麼做 那財政政策其實講來講去都是收多少稅 派多少錢 發多少債 這三樣東西而已 是吧? 那你誰坐過去 其實現在的局局在大底上都已經定了局了 就是收稅那些不是你說強硬要的有 是吧? 那些開支不是你說減就一定減得到 那發債都在發緊 但是這樣的環境就是債務危機在前 你可以發多少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一件事都綁手一綁腳 一件事都綁住的時候 你誰埋位其實實際上有多少分別 我就不覺得很大的分別了 不過感覺上就之前那個好像那個經濟的背景是強一點 假假地是博士 之後那個不知道怎麼樣了 就是都沒見過他怎麼做事 那大家都是端估 那看回之前那幾任 其實你說出色的那些 譬如好像當年朱鎔基那些 其實在他在位的時候 其實那個經濟都不太好 實實就是90年多的時候 那去到之後 那有些說他可能經濟不太好 他又OK的被他滾過了 其實很難說的 那些時勢做英雄 真的看回頭 誰埋位的分別可能都不是不大 就是客觀環境很多事情都決定了 究竟你做到多少事情 或者做不到多少事情 那兩月之前中共政府它公布的一些數字呢 我看到有些外媒就這樣說 連一些中共高層都氣驚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公布2月份製作業採購 經理人資料的指數PMI呢 是由1月的50.1標到52.6 就是2012年以來的單月的新高 超過了大家的分析 才預測的50.5 亮眼的所謂的經濟數據 究竟是真還是不是真呢? 所以大家現在關注澳門兩會之後 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是怎樣的 你可以質疑它是假的 但是近年它出的數字 很多都很難看 如果它假數都這麼難看的話 那它做假的做得很差 是不是? 我想無謂研究它是真還是假的 當然它可能有些假的成分 發生的成分也不太好 但是在封鎖這麼長時間 突然間說開了所有東西 突然間的數字飆上去 這個不出奇的 這個也不僅僅限於中國 限於香港有的現象 你看到外圍其實很多國家的PMI 就是在一月份、二月份都做得挺好的 尤其是它那一套東西 就是說服務業那個就比較好 製造業那個就沒有那麼好 這個都是合乎我們的認知的 就是你給一些人出來買東西 就是所謂衣食住行的日常活動 那些主要是跟服務業相關的 那突然間整條街的人旺了很多 旺丁 旺丁應該都是旺財 那些人不是說真的窮得很交關的 最少出得來就花了錢的 那你真的突然間這些東西爆發出來 存在了 那就是存在一段時間 你突然間出的那一刻會挺強的 這個是會的 那問題就是這個數字可不可以持續下去了 就是普遍估計就外圍那個數字做好 可不可以持續都是有些疑問的 那何況你說說 因為長時間封鎖突然間一下子放手 那一刻那一刻其實可能不是很做得盡 那另外製造業那些是相對頑皮的 那它頑皮的又不是很差 它也只有五十二三 那五十二三是很好 那當然也不說得很好 中規中矩 但是這個是會不會有是之前儲起的 那製造業那些更加容易儲起的東西 譬如有些生產有些工序 你之前可能是上不了工 開不了工 或者材料還沒到等等很多原因 總之是堆賣了 那現在突然間一波可能都出來了 那你可能有這樣的因素之下 那個數字才會變得好 不一定說它是假的 那就算它是真的也好 是不是代表可持續 這個是一個問題 中共去年12月就解決了以前的封控措施 那有些報導就說它的經濟發展 還有就業都沒有登過 所想出現那個繁榮的景象 相反企業倒閉裁員 失業情況都很嚴重 去年官方公布的年輕人的失業人數 都去到百分之二十天了 上海港的空箱都堆質如三 那東莞那邊請人九萬一小時 其實它原本它的最低工資是二十的 那這些情況反映了些什麼呢? 就是反映了是不是中國的蓄口、入口和製作業 都是未來一段日子都是挺難捱的 就是你禁止了一段時間 突然開了那個量突然會湧出來的 但是你說到那些企業 那這些就不是說一、兩個月或者幾個禮拜的現象 就是它們都會打一個長線一點的算盤 那如果是做得過就做了 如果是做不過就去倒閉了 那始終整個經濟去槓桿的過程現在還在進行著 就是純粹說之前有幾個月沒有生意 突然間儲蓋了 它幾個禮拜很好生意 這個就是一個假象 不代表整體的趨勢有什麼大變化 所以本身你計劃了是會收縮業務或者倒閉的 其實它都是會倒閉的 這個影響不是說很大 那外圍那個需求疲弱 就是我們說外圍就是西方 加息、收水那些因素 也都在打擊它們對東方的進口的需求 那你見到其實整個亞洲的出口都是差的 不只是中國不只是香港 整個亞洲都差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所以你見到那些箱子很刺激 或者是請人給不給錢的 這個都是可以預期的還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如果你反而你說很旺盛的 我反而覺得奇怪 那它這個數據也都吻合香港的數據 香港的數據看到出口都是幾十年來最差的 那這個是外圍決定的 就不是中國或者香港決定的 就是外圍不需要你的貨物 那當然你的出口就差了 那如果你有很多生產其實是跟外圍做的 就是還是一個世界工廠的角色這麼說 那外圍不買的時候 那當然那個生產的那個需求或者那個需要就低了 那這個也都是解釋到為什麼製造業的那個PMI 雖然是好了 但是其實都不是說很好 那外圍的環境呢 你覺得什麼時候會有一個轉折 連到就是出口啊 就不要說中國啊 香港的出口都會好呢 所以今晚報社都提到 香港的出口都很大跌了 七十年的 七十年的心底是不是 跌破 那外圍的那個轉折點 有些人就貼在現在 那現在我理解的現象就是 就是一直那個收水 可能收得不夠力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央行壓抑通脹去到那麼多 現在有一點放軟手腳 放軟手腳其實就是那個貨幣的水平 還沒有去到很緊縮的地步 那你見到那個經濟活動 好像放緩不了 冷卻不了 那你還是有些過熱的情況之下 那個通脹又重現 那通脹重現 那些央行不會就這麼算數的 他們都會繼續做事 那你繼續做事的時候 其實就是做到衰退為止 那你如果是繼續做事 做到衰退為止的話呢 現在這麼早叫說那個經濟回來呢 我想就真的做了一點點了 那會不會很理想地 那些央行說可以這麼適合 一個輕輕的力度 僅僅是壓到通脹 又壓不死 經濟導致到沒有衰退呢 理論上是不是不行 但是實際上我想很難 難度很高 就是有沒有這麼適合 還有是不是真的 個個國家都這麼巧 都可以達到這個地步 因為其實你由收水 壓抑那個信貸 到壓抑那個經濟 中間就相當長的時差 那它現在做得遲了又做得急 很容易overdone 很容易做過龍 一做過龍 其實那個衰退一動就可能開始了 所以其實打倒那個央行 就是拿捏得極好 去到僅僅壓到通脹 但是不需退那個機會 其實我想倒不過 這個機會真的很低 搞一搞一搞 其實那個局都比較麻煩 這是其一 其二 就不同國家的底子不同 就是你看到亞洲 譬如我們北亞這邊 香港 其實這樣的經濟 大陸一直都沒有條件去收水 甚至要放水 那麼 那你本身的底子已經不是好 但是始終人家真的一直保持收水 一直保持加息 那這個其實就算人家可以做到剛剛線 不會出現一個很壞的局面也好 那你陪人家一起收緊呢 其實那個影響你都是比別人差 所以這個東西不對稱的 不是說人家沒事等於你沒事的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 首先我猜這個 這個美好的局面 機會不大 第二 就算是也好 其實你都不要餘了自己 說人家沒事 我也沒事 博士剛剛提到 其實美聯儲都現在都說 依然要加息我 歐洲央行都說要加 每個原因都說要向通脹 都是一樣 一個論料是向通脹 通脹現在還沒搞定 因為那個通脹呢 你看美國來計算 它現在是服務業推動為主 即是那些非核心的項目 譬如食品能源那些都下來了 類似的情況在歐洲都是一樣的 因為說之前說打仗 最當炒的那些天然氣價 小物價那些 其實現在訂得不清不楚 其實這一種這樣不尋常的通脹過了去 但是膽那個通脹還回來了 你看到美國好歐洲好 那個失業率是一個低位 是一個多年的低位 就是說那個經濟還是很強 還是有過熱 當然這個強的過熱是過去兩三年那個過份的寬鬆所導致的 那它現在急收水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你寬鬆的時候又做到這麼盡 那你現在在一個很盡的寬鬆環境 即是產生了那種失控的通脹 你要有效地按回來了 很自然地你的收水都要做得多盡才行 那變成了政策其實本身 因為滯後 因為那個時差 或者因為一些錯誤的計算 錯誤的信仰的關係 就引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波伏的經濟 所以現在那個通脹不是壓不了的 即是它是要很出力才能壓得到 但是很出力的結果就是你不止壓低通脹 壓低了經濟 甚至壓到衰退 這個局面我剛才說了 所以你現在是會擔心通脹 因為現在這個時刻在說 那個通脹都還沒壓得到 但是其實實質上你看到那個通脹 已經不是一些不尋常的高的現象 很多地方的通脹 包括美國包括歐洲的地方都差不多見到頂 或者慢慢反過來 只是央行覺得它退下來不夠快 那個速度不是說 好像他們如期當中那樣直落 下得很慢 那你變成要重手的 但是你現在已經在說 三、四厘、四、五厘 你再在這個位置 在這裡再想保持著一個步伐 或者甚至要加快的話 其實很容易加到一些 現在未必能夠承受到的息口的水平 以前我們在說 可能五、六厘息就限時了 在說二、三十年前 但是現在整個世界不同了 就是增長低了人口老化 很多我們所謂合理的回報 都不是說當年幾厘的回報 可能是很低單位數的回報 那你這樣低單位數的回報 你這個息口成本說 一動就五、七厘 很多投資都做不成的 很多投資都是輸錢的 你想想如果基礎的利率 或者你擺一個定期的四、五厘 你哪有這麼容易投資 可以找一個四、五厘以上的回報 現在真的不容易 你不容易有這樣的回報 大家不做投資的話 其實經濟已經在縮緊了 你經濟沒有投資的部分 或者投資的部分很弱 其實你的發水效應已經小了很多 那現在純粹就是靠 那些人還有錢去花 但是你一直加息 一直壓抑的時候 去到某些位置 其實第一個通脹 現在不是那麼快下降 還是高的 你跪著跪著那些人 救賣能力真的低了 我想如果你住在歐美 就很清楚這件事情了 第二就是除了那個通脹 就是沒有那麼快壓倒之外 你的息口一直上去 那其實那些錢也真的會可能 越來越多會經常擺一些 所謂定息的東西 甚至簡單說擺定期 這樣拿出去用 那你這個會令到經濟 是突然間慢了很多 那這種慢了的現象 其實就是我相信是 不是現在即時的威脅 因為現在還在說通脹 但是這個會是 今年下半年 明年那個比較大的威脅 你這些東西慢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那個急速的放緩 甚至衰退會出現 美國商務部和工業工全國公佈對中國 展開新一輪的制裁 將全球37個實體納入貿易的黑名單 但是中國只有28個 其實裡面也都涉及到香港的公司 這一件事情 怎麼看它對中國和香港的影響 其實我看不會有很額外的影響 因為這類這樣的制裁 其實過去幾年都在做 現在可能就越搞越多公司 但是它那個模式 還是以個別的企業做一個單位針對著 就是SONIS它不是一個大範圍的 大包圍的 總之整個國家 整個城市去制裁你的話 其實我想不會有很多即時上的影響 可以看到 但是長遠來說都是有影響 因為你看到它一選來針對那些 其實很有針對性 主要是搞一些尖端科技的 軍事那些 那如果你在尖端科技或者軍事 真的有些比較有效的制裁 這些也不是說做不到的 因為說著 譬如晶片那類的 供應的都是那幾家而已 就是寡頭壟斷的 那如果拉攏到那幾家 是真的不給你 那你真的沒有 那你一段時間 就是你和內裡有一個差距 那你變成 就是如果你用最尖端的 鬥最尖端 你去到某個位置 是開始不能鬥的 就是你現在雖然 還是很大聲地說 很多人工智能大數據 但是那些東西都要靠晶片的 那些東西都要靠最高科科 最尖端的科科技 就是就是那個位置 除非你本身贏了別人 如果不是就說 你有東西還要靠外面的 那你真的 你真的長期拉腳下去 打這個持久戰 是打不過的 是會輸的 那所以你不是即時見到有影響的 但是長遠來說 是慢慢那個影響會發現出來的 那現在當然就是 我想有個位是 會講的是會不會就是 就是譬如對俄羅斯受武啊 對台受武啊 就是這些賣武器那些位 那這個位是可能真的會提升那個制裁 但是 現在那個所謂提升制裁 你看到都是在那裡奢謊的 就是口水戰具多 有沒有一些很巨威嚇性的 一些大範圍的全國性的 城市性的制裁 現在提出來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暫時的評估都是 大家都是口水戰靠客居多 就是未至於說 將這件事升級到一個很惡劣的地步 那也都在這種恐嚇之下 那其實你看到對家的表態 都是比較克制的 沒有啊 沒有賣武器啊 都是差不多的表態 那其實大家都達到這個效果 那就可以某程度上 就是叫做收一下嘴 然後不再說那麼多 那所以這件事 我想未必升級到一個很不可收拾的地步 暫時來看 好啊 多謝您啊波士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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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ade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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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